我們立刻連線到高雄 我們想請教資深立法委賴瑞隆 賴瑞隆我想請教 怎麼樣看國民黨徵召的李梅珍 來角逐陳其邁 對於這樣的人選你意外嗎 這究竟是一場什麼樣的補選之意呢 來賴瑞隆 好我想 李梅珍在地方上 談到他的話 應該先從他的父親談起 李榮忠 大家俗稱老虎 那他是一個地方的人士 他早期但是地方上的一個角頭 那維倫海派 所以結交很多的朋友 那在2020年的時候 代表親民黨參選議員 那也當選 在左營男子區 最後一席來當選 但是當選之後 很快就捲入到了 朱安雄議長的會選案 所以後來就入獄 所以他入獄後 後來也因為他的風格 後來如果大家印象深刻 在2015年的時候 有關一個大寮監獄的 這個鄭立德的一個 瑕疵頂獄長的案件 那時候就是 老虎勒進到了 這個大寮監獄裡面去 安撫當時六位的這個持槍 來瑕疵頂獄長的案件 那後來六個歹徒就 自殺身亡 後來這件事情 當然就解決 不過那時候 大家也注意到了 這個老虎勒他整個 在各方的一些關係 跟他的實力 那 那他的女兒 後來這個 老虎就擔任 果菜 高雄的果菜公司的總經理 這當然是一個 在地方上也是一個重要的職務 然後可以廣結很多的善緣 那他的女兒在 2006年第一次出來參選 2002年 他爸爸 繞過了他整個 這個入獄之後 後來就2006年 李梅珍第一次參選 那時候是落選 到了2010年 2014年 2018年 三次都順利的來高票 來當選連任 那他現年41歲 是一個年輕 而且是長得高高的 比較甜美 同時也是一個比較 清和力比較強的 所以我想 李梅珍 以他現在這樣的一個年輕的形象 如果再結合上這個老鼓勵 結合上李隆忠 在地方上面的很多的勢力 在地方上很多的關係 那確實會對民進黨 對陳其邁有一定的壓力 所以我想輕忽不得 那談到這個地方上 也要再觀察 最近的這個局勢上的發展 因為這一次韓國 被罷免掉了之後 那包括議長 包括議長也身亡了之後 其實地方的議長 的補選 就是國民黨內也是勢在必得 因為31席的議員的席次 足以來掌握過半的一個議會 所以他們在內部 原先就存在一些矛盾 從黨部的這個 有分為黨部派跟黨團派 黨部的部分 當然就以裝期望 甚至於跟韓國這邊 互動是比較密切的 那後來的黨團 包括像曾俊傑等等 有一段時間 雙方有一些對於 狀況的不同的看法 那後來這一次本來原先以為 這個議長 這個離開了之後 那會是副議長陸淑美 來順利來接 結果 黨團派這邊包括曾俊傑 甚至於包括地方 一些不同的力量 結合曾麗彥等等 最後在黨內的 國民黨內的時候 以17票對14票 曾麗彥彥來勝出 所以曾麗彥彥勝出 等於是另外一個黨團派 一個比較跟韓國瑜過去來 比較不是那麼直接密切的關係 這個聲音 顯然有機會在議長選舉來獲勝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角度下 如果像最近出來的李亞進等等 如果再由這一邊的人的勢力來 獲得的話 那我想內部上會產生一些不平衡 所以我想在韓國瑜到江啟臣 甚至於包括莊啟旺 地方的黨部主委 我想他們經過思考證事之後 再找有意願來參選的狀況下 那又比較年輕 有一些對比 那當然李梅彥就成為了 這個出現了一個關鍵的因素 好 你提到李梅彥的父親 是現任的高雄市果菜公司的總經理 那我看到 這是在 陳菊擔任高雄市長任內 就已經是拔鑿他出任 高雄市政府 國菜公司的總經理 那等於韓國瑜上任之後 繼續那麼延攬他 請問一下 那你剛剛特別提到他是菊嘛 對不對 然後這兩天 清明黨 對清明黨 那因為我看到6月19號 當時陳希麥在進行 他補選的第一戰裡頭 他前往的也正式 這是當時他的競選的補選第一戰裡頭 是韓國瑜夜宿的一個市場 當時攤商在抱怨說 韓國瑜稅後不理 結果陳希麥在6月19號幾天之前 他清晨不到6點的時候 在補選競選第一戰 這個實選的果菜批發市場 跟好幾名攤商在握手 我們鏡頭當中所拍下的畫面 那那個時候看到陪同他的呢 陪同他的正式 現在可能要成為他對手 就是李梅珍的爸爸 高雄果菜運銷公司總經理 李榮忠陪同他 陪同他還包括了高雄市蔬菜工會的理事長 楊秀蘭也陪同他 一個半小時之後呢 跟攤商做比較緊密的一個互動 因為這個地方呢 韓國瑜在2018年的11月 當時的第一個晚上 到這個地方來夜溯 我想請教賴瑞榮 顯然韓國瑜重用他 可是韓國瑜重用之前 陳菊市長也任命他 為什麼 就是你剛剛所講 地方的派系角頭 然後看起來又有頗多爭議 當時陳菊任用他的考量是在哪裡 我想地方上所有的人 其實在當時的執政下的時候 他當然希望收攏更多的力量 來穩定執政的基礎 那李鴻忠也是一個比較海派 文員比較海派的這個人 那在地方上面 也有廣結散源 交了非常多的朋友 所以在執政基礎下 我想任何一個人 任何一個人在執政的時候 都會希望去廣結散源 那李梅珍本身他的屬性上 雖然是國民黨籍 但是也不是那麼強烈的意識形態型的人 所以其實在擴大整個結盟的基礎下 希望讓政局穩定 希望爭取整個市政發展 我相信不論是這個陳菊或者是 韓國瑜甚至更之前的謝長廷 包括未來如果陳菊派當選 我相信他都必須要結合更多的力量 為了高雄的利益整體發展 那我想那是一個絕對是一個思考下 所以為什麼李鴻忠跟所有的關係 都互動也都保持的不錯 就是包括陳菊也會任用他 包括韓國瑜也會繼續任用他 韓國瑜上任之後 其實把很多的陳菊的人馬都拔除掉了 但是他一樣把李鴻忠留下來 他是親民黨籍的 他跟他也很友好 所以我說這個就是一個地方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說 陳菊賣必須很謹慎小心的一個點 就是說 李鴻忠 他的這個地方上的關係跟互動 我昨天晚上的時候 我們在一個地方上的商會 我遇到了李鴻忠 李鴻忠也有過來禁酒跟大家打招呼 那現場很多人 他幾乎每個都撐很多 這個都叫阿伯 阿傑 等等都是這樣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的很多的關係跟互動 其實具有很多組織的綿密性 那加上他本身比較年輕的形象 他長得也是漂漂亮的形象 所以我希望 我想這個在年輕選票上面 都有可能會產生影響 所以我還是覺得 這一場的選戰 如果國民黨吹出來的 是李鴻忠 現在確定是李鴻忠的話 那我覺得在民運黨 在整個這個陳其邁 我想都不去小心的應戰 未來應該提出更多 為高雄未來的願景 包括現在中央的執政 包括我們可以幫高雄 爭取的更多政策跟政績 我想這也是陳其邁的強項 那應該多多的跟高雄人去說明 這場仗心乎不得 必須非常小心